选举是最后三天,拜托大家给万安支持与力量 6号蒋万安,拜托您谢谢 然后您要谢谢您哦 谢谢,各位大姐谢谢 6号蒋万安,拜托拜托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22号开始启动万安台北出运行 一连三天车队扫接行程 22号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同夏进行车队扫接 上午先绕行松山信义区 下午则是到中山大同区 沿途和市民朋友打招呼肯托 蒋万安也一一念出沿途商家店名 感谢大家支持 可以看到蒋万超过的亲民 不管是个民众握手或是说合照 并或然是隔空的 你除了6号希望专属市民的认同 还跟店家喊话 比如说是蒙茂小火锅店 他还是喊出了这个招牌的名字 或者说我从火锅店祝你身心冷 谢谢我们楼上的朋友 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 都是我心情耕耘的重点区 今天我们开始车队扫接 最主要也是在各个区 我们将所有党籍的议员集结起来 也是台北队的出发 我们就希望展现一个团队的气势 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在看到我们车队经过 给我们挥挥手比个6 我们都相约 11月26号 大家一起去投票 坚定的投下6号讲完 选拳之业啊 因为这个好像听说是要连接6 来进行场面不知的感官啦 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好像交通要到 那在地人在家说会有点差 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场地的原因 就是可以替代风路 然后将对交通的影响将到最低 我们也会跟警方 逆交等等密切的合作来协调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活动顺利举办 当然以不影响我们相关交通的程度 将到最低为最高的考量 23号上午 蒋万安则是来到中正万华区 下午到士林北投区 晚上则是回房本命区中山松山区 针对卫福部长薛瑞元 疫苗前客说等实施议题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在最后的72小时 我希望市民朋友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要迎接怎么样的四年 我们要选出什么样人格特质的市长 我们要让谁来带领台北 我们要迈向什么样的未来 我相信最终光明可以战胜黑暗 善良可以战胜侧义 政治可以战胜谎言 民主可以战胜黑箱 这场选举不是蒋万安一个人的选举 这是一场价值对抗的选举 只有选民发挥极其的意志 跟我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 每个人都有责任 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一股信念 我相信最后选民 一定可以用选票 打败不适格的候选人 台北才能重见光荣 那委员怎么面说 先王毕坚说 前准备不到的国外公司 然后陈其中也说 他们是情形怪怪的国外单位 特别觉得他们今天丢出这个疫苗 我前准备都出来 到底谁是疫苗前客 陈时中 薛瑞源 王毕胜 三个人的说法 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其实 一开始 说是宗教团体 工商团体 一下又说他们只是热心帮忙 陈时中 现在又说是奇怪的单位 在民众眼中 民进党和指挥中心 才是最奇怪的 所以我想这三人组 他们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故意要搞混民众 来掩盖很多重要的事情 每一个区都是我重点耕耘的区 也都是我积极希望争取所有民众很有认同区 所以我们在规划上面 我们每天从早开始 一直到晚上 透过车队 扫街 拜票的方式 走遍台北市的每一区 大街小巷 也希望朋友们看到我们 都可以跟我们热情的打招呼 给予我们支持 比一个六 我们相约126 选举最后冲刺关头 我们就是把握每一次机会 积极的争取市民的认同 我也告诉我团队 我们要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们绝对 有胜选的信心 也要有危机意识 所以 我也一再强调 我们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 更努力 更勤奋 更谦卑 紧握的每一双手 都代表我们对于 每一个市民的承诺 也希望未来 握画更好的台北市的 愿景跟蓝图 所以 持续的让我成为市民心中 最好的选择 我想市民朋友 才是真正的主角 我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7月26号投票日当天 不需要 含泪投票 也不需要 动摇信息 就是坚定把手中这一票 支持6号讲完 我相信 让有国际观 没有行政包袱 年轻有活力 能为台北市注入 心血 能够好好的带领这座城市 迈向国际一流大都会的 候选6号讲完 拜托您谢谢 大门娘谢谢您哦 谢谢各位大姐谢谢 6号讲完 拜托拜托 讲完本人 有完本人现在车上谢谢 大门大姐谢谢哦 湾台北出运行车队扫街行程 将一连三天走遍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把握机会向所有市民肯托拜票 也象征台北队在出发 与各区议员展现团结精神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东西市民肯托拜托拜托拜托 西式 市民肯托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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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